大家好,欢迎收看昌林画国画 这一期教大家画一棵树,非常简单的,从基础开始 清水,如果水分比较多,刮一刮,或者说蘸一蘸旁边的纸 用笔尖蘸 多搅拌一下,这样的话能充分的交融 相对来说它不会晕出去,当然还会晕,只是说减轻一下 这是一张纯升圈 这棵树只画三笔,这是一笔,两笔 当然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变化太少了,太直了这条线 这在国画里面比较忌讳 这第三笔 大家注意看,中间这些小点点,这就是笔上的水墨 交融不好 这是出血者最常犯的错误 我们还可以从上往下来处置 速度要快 可能有朋友问了,你这不画得也晕出去了吗 其实我们不怕晕出去 我们是怕那种比较失控的晕出去 这些地方尽量要有变化,不要有一条线特别长 特别愣 如果我们用升圈来画,尽量画这种大写一 相对写一一点 这就要求笔触上,还有水墨上,变化多段 否则就没得看了 你本身东西就少 如果你笔上没有力道 没有浓淡干湿,就不好看了 我慢慢的,然后比较愣的示范一下 我们前期也要这么画 画不好不要紧 但是这种感觉你得有 每一条线有变化,而且非常有力量 另外它晕不晕,无所谓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出点小枝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些小枝,越是尖上越多 当然,也越短 这种小树,歪歪的,扭扭的 要比纯竖着的,要看起来灵动一些 我们在后面,再画一颗 淡一点,我浇了水 有个穿插 如果说你前后,这个黑色都一样 那就完了,这就犯了机会了 一定要有变化 前重后淡 不管你怎么创新,这个规则不能打破 再加一点辅助 这样一组小树就画完了 如果是用半生树训练的话 你的线条会更好看一些 力量也会更好一些 但是变化就比较小了 但是你看用这种声转 变化多 但是容易晕 出学的朋友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 不停地练习 不要追求那种特别难的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也不要太在乎每一根线条的 好看与否 多练几次 熟练了之后就会有力度 你只要有力量了 怎么化,怎么有